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谈言相当意外 首先当然就是要谢谢很多粉丝朋友们 所以谢谢他们这么喜欢我们 就是谢谢大家 然后就是 如果可以慢慢玩的话 我觉得是有点夸张 因为连我们自己内部的节目组 他们自己也吓到了 上迷们红透半边天 节目即将进入尾声 男孩们也透露未来给自己的期许 我是蛮想要就是出一首歌的 自己出一首歌的 如果可以的话 想自己唱一首歌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要过很久 我会觉得自己 solo之后会比较好 还好吧 不会吧 就只是想出一首歌 我就只是单纯想要自己唱一首歌 里程碑 就是大声人生小成就 想自己solo歌曲 小孩有没有准备好 自己面对镜头了呢 声场记者立刻来个临时考 可爱三连拍 害羞的小孩立刻以求助的眼神 往向哥哥们 罢头 来啦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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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一连拍 来吧 一连拍 这个 就一连拍 就一连拍而已 然后后面两个就都给他 三 二 一 好了吗 有人在耍帅啊 来二连拍 二连拍 三连拍 然后三连拍 不要自信 好了不准外联 哎呀 男孩们实在太可爱 难怪不少粉丝捧在心里疼 只是粉丝那么多 又没有遇过疯狂粉丝呢 妈妈倒是蛮多的 啊 求婚 给我几个我是没有看到的信息 那感觉一点开就是一大牌子 那种我才敢看 想要跟我在一起杯子啊 然后说什么东西的 有点是小学生谈恋爱的那种 就是想要在一起杯子 那种东西 然后每次只要看到类似这种 我就 嗯 好 真的可爱 好 是不会啊 就是 不要太过疯狂 就是直接冲来现场那种 那种 我会吓到 少年们 火红的程度 连叔叔不播也 哀啦哀啦 那天我们两个呢 大概11点左右 大概 我们拍完一个东西一起去吃热草 然后那时候天王星都在 这样 然后 过一多久了 就有一个大概 比较偏中年的男子 就过来说 诶可以拍照吗 我们以为他是 只是看到我们妆法到 所以可能就我们 好像 有点像明星的样子 所以在我们拍照 然后就有点 呃 偶尔可以啊 然后就突然说 天王星嘛 我就想到 我们年龄层怎么这么广 真是真的红啊 连大叔也无法招架 天王星的魅力 期待少年们 真是出道啦